大家好,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今天我們要來做濾杯的實測 那我們今天要測試的是 KARITA的傳統濾杯 跟KARITA的波佐建造濾杯 這兩個濾杯我們實際充足起來的效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兩個濾杯都是屬於T型的濾杯 所以我們要搭配的濾紙就是T型的濾紙 那我這邊有準備了三塊 都是KARITA的T型濾紙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那第一個最明顯的當然就是像 這個白色的就是有漂白過的濾紙 那另外像這個土黃色的就是沒有漂白過的濾紙 那有漂白過的濾紙 它上面的味道會比較乾淨 那土黃色的這種濾紙它比較容易有一些脂味 那我一開始是買這個土黃色的 它的型號是NK101 這一款就是它的封面是紅色的這個底的這一款 那我在使用上我覺得這一款的無漂白的濾紙 它的質味還蠻重的 那我覺得重到已經會有點影響 咖啡充足出來的風味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再使用這一款了 那我後來有發現KARITA還有出另外一款 這款是FP101的濾紙 那這一款無漂白的濾紙 它一樣是無漂白的 一樣是這樣黃色的 那它稍微厚一點點 但是我發現它的質味是比較沒有那麼重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用無漂白的濾紙的話 我會建議要買這一款就是FP101的濾紙 因為不然另外這一款真的它的質味非常的重 那可能如果你真的買到這一款的話 你在使用前要用大量的水去沖洗它 看能不能讓這個質味稍微消除一點 不然它真的會影響到整個咖啡萃取出來的風味 好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漂白的濾紙 白色這一款濾紙來試試看 那我們在使用濾紙的時候 發現它可能是因為我們新的KARITA的 這個波索煎燒濾杯它的這個角度 跟傳統濾杯不太一樣 那它現在新的濾紙好像都是為了符合 這一個新的波索煎燒濾杯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濾紙放上這個傳統濾杯的時候 發現它有點不是那麼的密合 好像覺得它的濾紙小了一點點 旁邊會有一點空隙 所以這可能是在用這個濾紙 在傳統濾杯上的時候會發現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現在就試著來比較看看 這兩個濾杯充足全外的風味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今天我們都會用的是這一個 夜家雪夫的豆子來做一個測試 那我準備了15克的咖啡豆 等一下我們會沖大約200克的水下去 然後萃取出大約160克的咖啡 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两款咖啡 两款用不同滤杯冲的咖啡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先来试喝看看 我先喝第一杯是用传统的滤杯冲出来的 我们刚在冲煮的过程当中 其实传统滤杯到最后 感觉好像真的是塞堵塞得蛮严重的 到最后的水滴落下去的速度是很满的 感觉是塞住了 所以它的萃取时间是拉得很长 那所以我现在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 因为可能是咖啡粉跟水浸泡时间比较长比较久 所以喝起来其实它尾韵上面苦味是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它的厚实感很好 因为你浸泡的时间够久 其实它那整个咖啡的厚实感又出来 那只是说它的尾韵的苦味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好 我们现在喝的是第二杯用 波佐尖勺滤杯冲出来的咖啡 现在我喝第一口下去 其实跟传统滤杯比较起来 它的这个明亮度感觉就好很多 它这个喝起来它的咖啡 比较不会有一开始我们刚喝传统滤杯 一入十口感觉到那个苦味 它反而是一种很明亮的感觉 酸直的这个香气跟风味 也感受的比较明显一点 好 那我们刚才在冲煮的时候 其实波佐尖勺这一款 它的速度如果跟传统滤杯比较起来 应该是有比较顺畅一点 它没有像传统滤杯流到最后的时候 感觉好像是几乎是塞住了 滴不太下去的感觉 那波佐尖勺到后段的时候 它的流速是也有慢慢的变慢一点点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有很顺畅的在往下流 好 所以我们现在喝这两个滤杯冲出来的咖啡 当然如果跟HARIO V60比较起来 它们的速度都是算慢的 那所以速度慢的滤杯 其实它能够表现出的就是它咖啡的厚实感 跟它的甜感的表现会比较好 但是在这个香气啊 酸味 花香 果香这样的感觉上 其实它的表现的会比较差一点点 那如果只是单就这两个滤杯比较的话 当然波佐尖勺会比传统滤杯算好很多 所以如果要选择这个T型滤杯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这个新的波佐尖勺滤杯 其实它在充足起来的效果 会比传统滤杯好很多 但是它们还是都是属于流速比较慢的滤杯 所以当你的风味的呈现上 那想要比较在这个口感的厚实度啊 或是这个甜度上 能够把它表现出来的话 我们来选择这款滤杯 但是像刚才充足的整个过程 我还是觉得它的流速比V60真的是慢了非常多 所以它整个出来的风味也是会很不同 这支滤杯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它不适合当初学者来用 而是说当你对于手冲的咖啡 已经有掌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知道要怎么去调整你的风味的时候 那你再来使用这款滤杯 那比较能够调整出 那你觉得适合的风味 也难怪为什么其实滤杯的发展 一直往新的技术去走 就是其实那传统滤杯冲出来的风味上 然后跟它的变化性会比较少 因为主要其实流速慢的滤杯 我们很难想办法去把它加快 可能手法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辅助 但是基本上是比较难 但是流速快的滤杯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希望它流速慢的时候 我们的手法上是比较容易做一些调整的 所以它的变化性宽容度会更大 所以其实像我们比较常使用的是 Hira B60滤杯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滤杯 就是因为它的流速很快 所以流速很快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让它慢一点 那想快的时候也很容易 也可以让它的速度是快的 所以我们在冲煮咖啡的阶段 想要让它呈现什么风味 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那这一个剥夺剑烧的话 它的速度虽然是比传统的快一点点 但是我们之前在用这个 我们流速测试的这个影片里面 其实发现是说它们的速度差不多 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测试影片 是直接把200G水灌进去 那造成说它们看起来的流速差异性并不大 但是像我们刚刚是用实际冲煮 慢慢注水的方式 尤其到后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真的传统滤杯的堵塞的是比较严重的 那这也是跟说我们 因为这个水是慢慢下去的时候 它的整个萃取时间拉长 那会造成它比较容易让细粉下沉 而去堵塞住它的整个流水的这样子的一个管道通道 那波索煎烧因为它的整个侧面的肋骨也是很立体的 所以它整个水往外流 从侧面从下面 那加上它下面又有几个凸的点 撑起这个滤子 它也是帮助它到中后段的时候 比较不堵塞 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梯形滤杯 然后想要咖啡呈现比较厚实啊 比较明显的天干的话 其实我会蛮建议是用这个波索煎烧的滤杯 再跟这个HARIO V60比较的话 今天我们没有用V60沖 因为其实这一支豆子我们常常用V60沖 很熟悉的味道 所以我就直接讲说我觉得不同的地方 那因为其实V60它的 在这个刚沖煮出来的 它的花果的香味 其实是会保留比较好 它的明亮感也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V60流速快 所以它容易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萃取的比较不够 然后它会让整个咖啡喝起来 比较淡薄一点 所以在V60如果没有控制好流速的时候 容易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波索煎烧它的好处就是 它本身的流速不会到太快 所以波索煎烧这种梯形滤杯 你反而要担心的是它太慢 而造成浸泡过度 所以反而我们在使用波索煎烧的 这款滤杯的时候 反而是要去思考 怎么样让它的流速是保持稳定 而不去堵塞住的 这是我们今天 卡里塔波索煎烧滤杯 跟传统滤杯的一个比较的实测 那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 已经测试过了它们的开箱跟流速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看过那支影片 可以回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再搭配一下今天的影片来看的话 就可以更了解这款滤杯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